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才会知道 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一个人连自由都没有了 那他就空空如也了 我以前也觉得自由呢不能当饭吃 但是呢没有自由真的会让你没饭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惠面小姐姐 今天非常临时的来录这支影片 其实我这几天是没有想要跟的 毕竟那个我们有把小朋友接来 然后想要带小朋友去一些地方 但是呢今天我之所以想要发这支影片 是因为我的大陆平台被封禁了 这件事情非常的突然 在我早上发布社群的那一瞬间 还是不停的有所谓的网军 来我的大陆平台账号来攻击我 然后导致我的平台后来被官方账号封掉了 平台给出的理由是说 因为多人举报违反社区规范而关闭 而且是永久的封禁 当然我对于这个结论我是非常的不服气的 因为我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任何事情 而且你说的平台规范所谓什么是平台规范 我也是这儿八经的发布文案 而且我没有说任何的禁忌词 然后只是因为人多举报 然后就把我封禁了这个理由 我丝毫不能幸福 OK除了第一点之外呢 小朋友都知道犯了错误 大人是不是要给一个所谓的明确的 为什么你犯了什么错这样一点 但是呢平台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跟理由 就直接永久的封禁了我的账号 与此同时呢 我发现今天的很多的社群 也有蛮多的陆配在说小粉红来攻击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切是不是太过于巧合了 今天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 把小粉红一起的放出来了吗 当然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蛮生气的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也逐渐的冷静下来了 反正呢我在那个平台是没有任何的收益的 从来没有收益过 然后有些人还说 你怎么还来这个大陆平台来赚我们的钱 我心想我一分钱都没有赚好吗 我辛辛苦苦的更新那些文案 不过是想为了吸引和我一样的陆籍配偶 或者是志同道合的人 不过好在呢 他们的微信我都有加 所以呢即使这个平台封了 我还有另外的方式可以跟这些人联络 当然有一些没有交上朋友的 那就算了 那就无所谓 我彻彻底底的放弃了 我只想跟大家说 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 从此呢我就跟这个渣男永别了 那与此同时呢 我有点进那些骂我的那些账号去看 大部分都是一些网军账号 没有发布任何的贴文 就是一个空空的账号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人在操作 还是多个人在操作 所以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当然呢平台目前给了我的这个 呃现在的这个评判 我自己是不认可的 我也会继续的申诉 呃不为了别的 我觉得就是要争口气 但是呢这个号其实如果真的是要过来 我也不想要再更新了 我觉得是一种失望吧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年头脑残的人还有这么多 我觉得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人 他们可能和我的和我的观点不同 包括有一些很极端的言论 如果他写在自己的平台 我是从来不会去攻击别人 哪怕我再不认同 我可能也只会跟家里人说 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但是我从来不会在他的平台的留言区骂他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连人都不配当 所以呢有这样子的行为呢 确实也不稀奇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呢 你有收到钱了 那我觉得我也恭喜你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就值 但是如果你没有收任何钱 你还来黑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的不能理解 而且今天的话 我看到好多陆配的社群都有在发说 突然涌进了好多小粉红来攻击他们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蹊跷 后来呢我发现大概率来攻击我的人是 发现了我的这个YouTube账号 然后他说我是双面人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 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 我一直把我的小红书的连结是放在那边的 我小红书上说什么话 我YouTube上就说什么话 我的小红书之所以被那么多人骂 还不就是因为我都在夸台湾的好吗 所以呢 那个平台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大家也不必再用了 真的 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才会知道 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一个人连自由都没有了 那他就空空如也了 我以前也觉得自由呢不能当饭吃 但是呢没有自由真的会让你没饭吃 我想一想我自己只是一个一千多粉丝的小博主 已经就是让我非常的痛心疾瘦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辛辛苦苦累积积攒下来的人 然后走到了今天 更别提那些大V可能有十万几十万 突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可能有可能他是个人经营的 莫名的被攻击 然后这位博主就在这个平台上消失了 所有他曾经积累的一切都不见了 我觉得那会是一件更加难受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在大陆赚钱 是对的 而且本人呢也从来没在大陆赚过钱 一毕业就没在大陆赚过钱 也没赚过任何大陆人的钱 但是倒是在大陆消费了不少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感激我一下 我还是对国家做了贡献的 不知道你呢 你赚了什么黑心人的钱吗 你还是躲在黑暗处来案件伤人的人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在我这里面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垃圾 你有如果你有看过我的大陆平台 你应该也有看过我的YouTube平台吧 相信这支影片你也一定会看到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你就是一个垃圾 好吗 祝你以后生活幸福 祝你以后希望你能通过抨击别人的 得到更多的收益 千万不要手软 但是呢 如果一旦被我发现了 就是你有这种翻墙的行为 我觉得我也会举报你的忧 当然我觉得我做的最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的平台被封禁的时候 我也同样的举报了很多这些小黑粉 他也一样做出了一点点小惩罚 当然这些惩罚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嘛 毕竟只是一个账号的封禁 你们又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 然后对我来说好像好似一个重创 但是我应该庆幸我的之前的那个平台 是用一个泰国手机号注册的 所以如今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呢 我可以用其他的手机号注册新的 然后我就专门在网上看哪些很不厚道的呢 我就把它举报 我就把它拉黑 拉黑就不用了 我以后不会再经营我的大陆平台 我就举报他 就让你们这些小黑黑 无处可逃 对 就是我的目的 其实还是蛮生气的 说实话 这一集可能就是有一点语无伦次吧 我现在还在气头上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后续走向是怎么样 但是我基本上抱的心态已经是对他去吧 我觉得我也不想再跟这个渣男所纠缠了 这个平台也非常的不公道和不公义 我觉得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挥别错的才能跟对的相逢吧 我曾经呢很不喜欢用小粉红这三个字来形容他们那群脑残的人 但是呢我觉得脑残的人就是脑残的人 跟小粉红没有关系 我觉得小粉红至少脑残的还蛮可爱 但是脑残的人是真的无药可救了 那今天呢 我呢 姐姐我呢 就来给你上一堂课 如果呢 你能听得进去 当然最好了 你听不进去呢 我觉得你就继续走错的道 然后 苍天饶过谁 那我们就等等看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下场会怎样 但是我觉得 一味的黑别人真的不会有特别好的下场 也真的是 奉劝这些人 没有必要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感谢所谓的黑粉 然后给我的这期素材 非常的感谢你们 不知道通过你们这期素材 我又能赚到什么样子的流量 谢谢你们来给我送素材 好吗 因为YouTube是唯一一个 我有盈利的频道 其他的你黑我的那些大陆的平台 我是没有任何在赚钱的 无所谓 那今天呢 就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